現場 兩名警員身著新款防彈背心 紐約市警局表示 目前的防彈背心十分厚重 對於臥底的警態來說 不便於穿在普通著裝內 而新推出的背心更輕便 容易穿戴 同時可以提供救命保護 警局也提到 今年1月 警探西蒙森應攻致死事件 更突出了對輕便型防彈背心的需求 紐約市警察基金會和警探工會捐款55萬美金 為警局的臥底警官和偵探 提供了這550款新的輕型防彈背心 新唐人記者宇婷唐成 紐約報導 建立所有動態 積極通態 消防竹 在海公公中 強行 市民警部 市民警部 市民警局 市民警局 市民警部